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在美國各地法輪功學員 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之際 美國國會大廈5月13號 舉行特別升旗儀式 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致敬 美國國會議員布萊恩、菲茨派翠克 在發給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褒獎中說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將法輪大法帶給這個世界 並傳授法輪大法真善忍法禮 李洪志先生持久的影響力 將繼續感動和鼓舞我們下一代全球領導人 他在另一份褒獎中寫道 在費城法輪大法學會慶祝法輪大法日 及法輪大法洪傳28年之際 美國國會議員布萊恩、菲茨派翠克 特此申請在美國國會大廈上 升起一面美國國旗 以此紀念2020年5月13日 這個意義非凡的日子 2020年5月13號是第21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也是李洪志先生69歲華誕 同時還是法輪大法洪傳世界28週年紀念日 四川維權人士謝俊彪 5月10號在四川省兩會會場外舉牌 說代表不為民作主 不如回家抓老鼠 當天下午 他就被當地公安拘留 謝俊彪一直關注六四天網負責人黃奇和他的母親蒲文青 呼籲當局無罪釋放黃奇 謝俊彪的妻子擔心中共會以莫須有的罪名關押他 而他關注的蒲文青老人 目前已經被當局安排入住醫院 與外界失去聯繫 蒲文青患有肺腫瘤 生命進入倒數 5月初曾致信中共高層 要求見獄中的黃奇最後一面 武漢封城後 赴武漢實地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 上海維權人士張展5月14號與外界失聯 他住宿的賓館說 他已經退房 朋友擔心他是被失蹤 張展13號還在網上爆料說 武漢的全民核酸檢測 並非都是官方所聲稱的免費 有些還是要民眾自己掏錢的 只是價格從原來的260元降到了180元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